台湾8是一个论坛关于台湾话题的圈子 里面基本都是关于台湾的问题和交流的 以前的时候我记得 如果我们不知道台湾的某些事情可以在里面发问 很多人会回答 也包含少部分台湾人 其实有时候还挺客观的 感觉那个时候挺好的 能学到很多东西 但现在随着言论的不断收紧 在类似于台湾8这样的交流场所 已经不能说台湾好了 当然可能有一些还是可以说的 但基本上会被严格的审核 也就是说台湾好是没有市场的 现在中国大陆的自媒体平台管得非常严格 台湾不能叫台湾要说弯弯 或者以大陆的官方说法为准是台湾地区 台湾政府要说台湾当局 美国不能叫美国要叫米国或者叫美利国 钱也不能说钱 不能说人民币要说米 比如你赚了多少钱啊 就要说成你赚了多少米 否则审核直接就毕掉 我们以某平台举例子 当然不是所有的平台都是如此 只是一些平台而已 台湾带有中央带国立带行政院 立法之类的词严格规范并审核 基本不允许单独使用 如果非要用要加上引号 微信绝对不能提 拼多多只能是拼兮兮 抖音叫抖爸爸 第一绝对国家 台积电都属于被审查的词语之一 如果不牵扯到台湾的话题 那么禁忌词语则还有很多 一抓一大把 比如福利要说成福利 为何呢 因为大陆人都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 福利我现在都不知道触犯了哪一条规则 不能用 当然你如果不信的话也可以用 在大陆做节目都知道 肯定是没有流量的 其他地方的人基本是一头雾水 为何福利不让用呢 因为会引起大家思考的词语 就是不让用 福利好了或者福利坏了 你一对比不就心里会出现问题吗 第二直播间 一般叫做暖间 第三秒杀 就说成请 或者说成送 直播价 说成专享价 福利价 福利价带了一个价 就能审核通过了 光福利就是不行 挺奇怪的 第五 原价要说成日常价 第六 超值超低 要说成好划算 好便宜 很多选择 第七 直播要说成搞大事 当然这个直播 仅仅限于一两个平台而已 第八 酒店要说酒 斜更 酒店 或者是直接用阿拉伯数字 文旅呢 一般也不是很清楚 直接说文旅用拼音就行了 第十 直接是刺激 直接是刺激 摇摇 激情要说成激情 免费要说直接请你吃 霸王餐也不能说 霸王餐可以写成爸爸餐 禁忌词搜集也搜不完 实在太多了 就说这么多吧 为何我们不能光明正大的用正规的词语呢 用正确的字呢 说起来一言难尽 因为平台也不想这样 只是害怕大家用了这些词语 违反了相关规定 至于哪些规定 大陆小伙伴 您去查一下吧 小周也不知道依据到底是什么 这难道是约定俗成的吗 总之 不让用 就是不让用 你不信 自己去平台试试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台湾巴 为何在台湾巴里不能说台湾好呢 注意 我现在说的台湾巴加了引号 也就是不单单指的是台湾巴 而是类似的论坛或者平台 我个人觉得 台湾巴里不能说台湾好是文化自卑 很多人可能不同意 原因就是 中国大陆没有自卑这个选项 我们都是自信的 而我并不这么认为 任何一个民族 一定有自卑的一面 也一定有骄傲的一面 这是相辅相成的 就看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了 台湾如果比我们过得好了 我们应该高兴 台湾生活如果更幸福 我们也应该用平常的心看待 假如有差距 咱们可以努力的去追赶 这是正常的思维逻辑 如果看不得台湾好 总觉得如果台湾不行 我们就有理由让他们过得更好 一种台湾需要帮助 台湾需要我们去改造的心态 其实是不正常的思维逻辑 这不符合现实的情况 目前论最低工资 台湾刚公布 接近6000人民币 论医疗 台湾世界领先 全民健保 大病小病 基本花不了多少钱 论人均 台湾可能跟我们大陆人 看到的报道都不一样 在对比 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 懂得都知道 不懂得 自己去了解一下吧 我也不想说的太明白 我们不要总说 台湾不行的一面 要看到他们厉害的一面 总说不好 说多了也麻木 很多东西都对不上 个人感觉 这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说的不好一点 是一种自卑 这种自卑并不是贬义的 并不是自我否定 或者是讽刺 因为我们大陆普通人 都是善良的 只是被媒体和一些人 给带了节奏 在氛围的烘托下 我们不愿意看到 不足的一面 也不敢承认 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说 某些大家都关心的民生问题 有多少人敢于指出来呢 显然不敢表达的东西 占到了大多数 但我们能猜到 很多人都在默默地藏在心底 其实说实在的也包含我 有一些东西都明白 但很难通透地传递给大家 您也可以把这些看作胆子小 也可以看作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也可以看作小周 你太不自信了 我们换个思路思考 如果在台湾吧里说台湾好 你觉得会怎样呢 希望大陆小伙伴能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都给我思考这个问题 假如大家说台湾好 那么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观点 说台湾好的与不好的观众 就会有思维的碰撞 在碰撞中才能有深度的认识台湾 才能有求知的欲望 才能拨开云雾 找到真正的光明 当然了很多台湾人并不希望大陆人清醒 意思就是让他们认为台湾穷吧 台湾不行 台湾太差了 多好啊 不用被惦记 这也是一种思想状态 我倒是觉得我的一些观众挺厉害的 因为通过他们的评论看 很潇洒 很智慧 他们看到说台湾不好的大陆人 都是一副很平常的样子 不去计较一些东西 很大气 年轻一点的可能还会生气 但年长一点的思想真的很有张力 也很老辣 收放自如啊 这可能和人生阅历有关系吧 小周还得学习 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也会有所进步吧 也希望我能把别人 认为我自卑的地方逐渐抹掉吧 成为一个自信的人 成为一个越来越真实的人 好了 本期的视频咱们就聊到这里 我是小周 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